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很开心我们可以在这里 用上帝的话来领受 用上帝的话就与你我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 求助教终 帮助我们学习 你爱我们 要我们的样式 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祷告 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读一段经节 这段经节记载在 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六节到五十二节 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 坐在教室中间一边听一面问 凡听见他的都稀奇 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 他母亲对他说 我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 看啊 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 耶稣说 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我应当 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但是说的 这话他们不明白 他就同他们下去 回到纳撒勒 并且顺从他们 她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耶稣的智慧和神良 兵上帝和喜爱他的心 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挣扎 亲爱的弟兄节目 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节 其实有关乎于 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然后他的爸爸妈妈 就是约瑟跟玛利亚 将他从故乡带到耶路撒冷的 这样的一个祭祀 而这样的带把孩童 十二岁的一个孩童 带到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祭祀 其实有一个非常特殊 并且非常独特的地方是 在福音书当中 只有儒家福音记载在这一段 而这一段祭祀正在展现出 事实上也是许多的神学家 在猜想耶稣受教育的一个历程 主耶稣为什么 他是怎么样接受宗教教育的 并且他是如何去了解 他从什么时候去开始明白 他的身份以及他的使命 这其实也是非常神学家 不断的在讨论着 神学家有在猜测 有关玛利亚的信仰 特别也从路撒福音的第一章的地方 玛利亚诵当中提到 玛利亚的信仰里面 可能是比较偏向于 当时候犹太教当中的启示教派 而这个启示教派 是从哪里来读出来 玛利亚的信仰里面 特别是在 布加福音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52节到53节里面 在传统说中把这一段 称为玛利亚诵歌的这一段 里面他这样说 他叫有权柄的思维 叫悲贱的身高 叫饥饿的得宝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这段话其实正在表现 一个均衡的状态 意思是什么 它是一个权力道中的一个情形 意思是整个权力结构 重新定义 而富有的人空手回去 饥饿的人得到宝足 所以耶稣从玛利亚身上 从他的母亲身上 学到上帝要来临 而上帝国的来临 是重新整治跟改变 我们所身处的环境 跟这个世界 因此从玛利亚身上 我们并可以知道 主耶稣所学到的 其实是他真心的投入 并且希望他所在的 那一个世界 可以得到改变 而对于马太所描述 在马太福音 我们读到 这个艺人约瑟 约瑟如果我们照 犹太人传统的律法上 来定义 他如果是一个 老旧的律法主义者 那么他就不会对玛利亚 生出怜悯之心 而约瑟却用怜悯的方式 来取了那时候 已经怀了生命的玛利亚 因此在神学家认定 耶稣从他的在世上的 这个爸爸约瑟的身上 学到的正是这个怜悯之心 而这个怜悯之心 有一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他超越了 当时候的律法 因为就当时候 犹太人的律法是这样 一个单亲妈妈 甚至可以 还没有取过门 甚至在取过门的 这个历程当中 他甚至需要 被推出去受审判 而玛利亚冒这个险怀孕 而义人约瑟 虽然他是一个 谨守律法的人 但是在律法之外 他知道更要紧的是 上帝的怜悯 因此 耶稣也从他的父亲身上 学到了上帝 真实的怜悯 而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是 来到了耶路上的圣殿当中 主耶稣像这些 当时候各门各派的拉比 在耶路上的 耶路上的这个圣殿里面 他们不断地去诉说 而耶稣就从 不断地这样的 问答的历程里面 耶稣从中去学到 他的信仰教育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怎样去认识 我们的上帝呢 我相信我们都会像耶稣一样 如果我们有一点点机会 像耶稣这样 他可以一面说 一面问 意思是他一面听着 这些拉比的 的将训 但是他也不断地去追问 为什么 事实上这样的一面听 一面问的历程 才是一个人真实的去 面对上帝的一个历程 而这就是耶稣所学习到的历程 而他更深知 他是在哪个地方 并且这样学习 因此当他的父母亲 开始认识我们生命的实命跟意义呢 往往需要是一面问 一面听 一面答的历程当中 去学习到 愿上帝帮助我们学习 我们生命真实的意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更深地明白 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使命跟意义 求主就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在 学习 我们生命历程的时候 更深地明白 你的心意 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 祷告奉告 主耶稣基督的面穷 阿们